近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许多民众因为过度担心 紧张造成压力倍增 引发肠道不适的症状 其中未识到内流的患者就有明显增加 门诺医院身心科医师王迪燕 就呼吁民众 除了能够做好自我管理 多到户外走走散心外 也可以利用护士呼吸法 来舒缓紧张的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升温 让不少民众人心惶惶 尤其是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无药可治 更增添了民众的担忧与害怕 连带影响到的是 有很多人出现了肠胃道不舒服的症状 毕竟这是未知的一个疫情 我们也不晓得它什么时候会结束 家里又有老人又有小孩的 所以其实我们当然也会多少有些担心 所以我不晓得说是不是因为 医生有跟我说 有可能是我有这样的担心 可是我自己没有特别的去感觉 但是这个压力其实放在心中 所以其实可能有造成说 我原本以前就有胃食道逆流 那只是说以前很比较严重 那现在没有想到它又开始 就是慢慢的又发生了这样子 医院门诊表示 这段期间 胃食道逆流前来救的民众 确实有明显增加 其实从1月份这个中国大陆有开始有肺炎 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以后 再加上2月份以后武汉封城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3月份4月份以后欧美又有爆发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随着2月份3月份4月份这样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最近来门诊的病人确实有越来越增多的趋势 许多人每天都会关注新闻媒体掌握疫情脉动 但是看多了却容易造成情绪紧张 门诺医院身心科医师王乃燕呼吁大家 除了平时做好自主管理 多到户外走走散心 也可以利用腹式呼吸法来舒缓紧张情绪 我们所谓的呼吸是胸或者式的呼吸 那这种呼吸方式其实对于调节自律神经 是比较没有帮助的 那腹式呼吸的话 它可以增强我们腹交感神经的活性 就可以相对一直交感神经的过度的亢奋 所以其实躺着的时候是最好的方式 那如果在办公室不方便躺 那就只要有一个有靠背的椅子 我们大概就可以坐了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肚脐上面 就我们丹田的位置 吸气的时候肚脐 肚子这边是会突出来的方式 另外肠胃内科医师也提醒 严重的胃食道逆流可能会引发溃疡 甚至有机会延伸为食道癌 为了避免延误治疗时机 一旦出现胃酸内流 口苦、恶心、胸口灼热、胸闷、喉咙卡卡等症状 就应该立即就医检查 对症下药才可以药道病除 谢谢雪莉琴 花莲市报道